在马来西亚种植可可 在马来西亚种植可可 是在1778年的马六甲开始 而大面积商业栽种可可 是在20世纪50年代 英姿的Burnio Abaka Limited 率先1956年 在沙巴豆湖摩罗代区的 Tiger和Table圆球种植可可 而本公司的创办人 Igunato-Seliban-Lima-Fong-Den 一年后 获选为商业化可可种植推行者之一 在斗湖阿巴斯区的可云山 开荒辟野 种下由英国伦敦运来的 非洲加纳阿美罗拉豆可可种植 一路走来 比鲁南罗最盛7 可可的种植面积多达6000亩 偏布斗湖仙本岸拿赌三大根四个地区 叔叔那6000亩有多大呀 嗯 6000亩等于550个足球场一样大 那么大呀 那我跑多久才能把球带到球门前呀 你呀你你这个问题儿童 不过说真的 你这里的可可粉真的是特别香 跟外面的就是不一样 德园啊 在1975年 在东马设立了第一家可可加工厂 当时我才只有十几岁 跟随着已故纳杜西利 榜黎马方德园 让我啊 见证了德园集团的成长 1994年 在扩充至两家 是世界上最大的中相结合可可商 也是马来西亚可可的代名词 由于德园集团啊 日积月累的经验啊 加上要求创新的精神下 现任董事主席拿渡方日明 以80年代果敢的大规模 种植无荫可可 成为我们马来西亚标准可可种植法 同年代后期采用五天期 特殊浅香可可发酵法 进一步提升可可的风味 而90年代以架结法 全面改良可可品种 同时提高知熟产量及抗病率 使德园可可豆品质达至尽善尽美 我们还是采用最高品质的可可豆 以崭新的科技去加工 压榨及研磨成粉 经验传统选种及技术 是促成Majula及CacaoParamow 成为世界级可可粉品牌之秘密 我们也生产可可酱 可可汁 可可饼 及其他可可产品 嗯 难怪喝下的每一口 都有浓郁的可可酸味 还有口齿流香的感觉 让人喝了之后还想再喝 可是我担心喝太多会变胖 这是错误的说法啊 放心吧 可可呢本质上是高蛋白质 高脂肪高碳水化物的食品 而且它能够提供人体 每日所需的能量 还有啊巧克力会让人发胖啊 其实呢是因为它加入了甜糖 嗯 其实啊 可可也是一种营养的保健食品 它呀 含有啊能让我们啊 放松心情的可可豆酥 也富含抗氧化物 有利于我们血管的健康 降低血压 减少血小板形成淫血块 从而预防心肌梗塞或中风 嘿嘿 它呀含有丰富 我们人体需要的矿物质 来 嘿嘿 哇 真特别的 那我除了买几盒回去给自己喝 我们也买几盒回去给公公和婆婆喝 这还用说啊 我啊 早就帮他们买好了 你看 诶 那还有我的呢 诶 哼 诶 诶 我的在哪里 诶 在哪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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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